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妖,一名乘客无数,吃鸡全靠躺的奇女子 就在昨天晚上6点的时候,中秋月兔模式也是在正式服上线了 那小妖也是立马要上了小伙伴一起 近来后来我们发现月兔模式的出生地改到了防空洞附近 这里有一个大大的兔子和一个兔子窝 当我们站到大兔子肚鼻上的时候就会自动起跳 而且还会有很可爱的动作 那这次光子的设计人员也是很贴心的 在地图上面就直接标记了兔子窝和灯和桂花树的位置 那除了兔子窝只有三处以外 核灯和桂花树分别都有四处 第一局我和粉丝决定先去兔子窝 听说是可以爆出信号枪的哟 不好,也有一队来了 但这也阻止不了我对信号枪的热爱 我看到里面的信号枪了 原来兔子窝只能是巧兔子才能进去找礼物呀 看来我们只能先放核灯或者赏桂花了 敢打我队友,捶死你 赶紧车,这再不跑我恐怕得命丧于此了呀 不是吧,你们追我干啥呀 我什么都没有 就只剩下那么一点点美貌了呀 就这样,他们追了我差不多500米 结果还是让我成河了 接着我又多邀请了两名粉丝一起 这回我们直接落在了桂花树旁边 既然没有敌人过来 看来他们和上一局的我一样 直接就去兔子洞了呀 这个姿势还挺悠闲的哈 腿还抖一抖的 在点击赏花的同时呢 会掉落物资 而且还会有一只小兔子 在小兔子旁边点击一下安抚 这个小兔子啊就是我的了 而且安抚兔子了也会有物资掉落哦 哈哈,这小兔子也太可爱了吧 我走哪儿,她跟哪儿 接着来我又搭上小伙伴 一起来河边放河灯 每局游戏背包里来是自带一个河灯的 所以啊,每局游戏我们只能放一次河灯 小妖觉得放河灯还是和喜欢的人一起来最好 正好我的粉丝们都是我所喜欢的 放完河灯嘞也会出现一只小兔子 那不一样的是啊 放河灯获得的小兔子嘞是身上冒金光的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一局游戏我们最多可以带上几只小兔子嘞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想玩约兔模式的 记得要在下午6点到晚上12点才有机会匹配到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